大家好,我是小影 今天我們用豆腐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一塊老豆腐 先切成兩片 然後再切成兩厘米左右的長條 最後切成兩厘米左右的小方塊 切好之後冷水下鍋 然後加一勺鹽 水燒開之後焯水兩分鐘 趁這個時間我們來調一個麵糊 一勺澱粉一勺麵粉 再加一個雞蛋 然後用筷子攪拌均勻 再倒入清水繼續攪拌 攪拌成這種粘稠的麵糊狀就可以了 放一盤備用 豆腐也已經焯水兩分鐘了 再把它撈出來控干水分 然後鍋中多加點油 油溫燒至五成熱 趁這個時間我們來調一個醬汁 兩勺白糖 兩勺白醋 一勺生抽 三勺番茄醬 最後加一小勺澱粉 然後加入清水攪拌均勻 先放一盤備用 再把豆腐少量多次 倒入麵糊裡 讓每塊豆腐都裹上一層麵糊 像這樣就可以了 油溫燒至五成熱 放下筷子能迅速起泡泡 再把豆腐一塊一塊一塊加進來 中火慢慢炸 炸至表面微環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用筷子攪動一下 然後先把油溫燒高 然後倒入豆腐 開大火 炸至表面金黃酥脆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先撈出來備用 鍋中有少許底油 再把調好的醬汁倒進來 開大火 煮至湯汁變粘稠 起泡泡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炸好的豆腐也倒進來 翻炒均勻 讓脆脆的豆腐上 均勻的裹上 酸酸甜甜的醬汁 美味的糖醋豆腐就做好啦 看起來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來比肉還香 最後再撒點芝麻點綴 它的口感又香又脆又甜 還有一點酸 非常的開胃下飯 也非常適合炎熱的夏天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